上香駐島 包含市長胡志強 立委 顏寬恒 還有區長等多位地方代表 一起焚香駐島 祈求1.35公頃的公館公園工程 能夠在年底順利完成 駐島完畢 請三拜 一拜 再拜 三拜 四千多瓶也不小了 那荒廢在這裡很可惜 所以我們要把它簡易綠美化 在都市計畫沒有變更以前 先讓各位在這個地方的朋友 可以享受 所以今天來就是向大家報告 一定會如期完成 建設局表示 公館公園是國防部軍備局的土地 無償撥用給市府使用 在都市計畫變更之前 花費2700萬元的經費 先進行簡易綠美化工程 作為民眾休憩 休閒空間 裡面的設施 孤王有共有兒童的什麼樣 遊戲區對不對 也有一個一旅群泉 有一個水貫穿我們的公園 可以給大家有一個步道 有一旅群泉在我們這個公園 這個公園裡面 這個公園裡面 一直給它一直過來 是比較很完美 不要在中間站了一個消防旗 好不好 你可以幫幫我們地方 你可以 我會好好想 在市長視察的過程中 卻有民眾當場反應 原本一旁的舊公園 跟現今施蓋的新公園 中間卻卡著 侵權消防分隊的遷移新建用地 讓公園使用範圍受到影響 對此市府則表示消防分隊如果要搬遷 需要再找尋新的地點 也擔心會浪費納稅人的錢 所以日前召開協調會時 原本是打算在清泉公園開四米道路 方便民眾出入 不過地方如果有問題反應 也將會浪費納稅人的錢 再做演繹 這網站宣宣 台中採訪報導